然后李公公就拿来了一把小刀 小林大人不要动 等会儿就可以把你的牙给拔出来了 你居然对着一个公公流口水 你还是不是我的那个宿主了 你才对着公公流口水呢 我这嘴里塞着苹果 口水动不住 怎么好好的一句话 被你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呢 你是智障系统吗 丢人啊 丢人 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这么急 满条丝里 小林爱卿 这个苹果又没有人和你抢 你看其他人怎么就没有被卡住啊 谁说没有 他们虽然没被卡住 但有人把牙给磕掉了 现在还喊在嘴里呢 追 往你左前方看一看 那个好像是司农大人 司农一个慌张 直接把嘴里的牙齿喷射了出去 刚刚发生了什么 刚刚他嘴里喷射出去的是什么东西 我的天哪 真人把豌豆射手 他喷出去的是自己的牙吧 是的 而且那颗牙还掉在别人的衣服里面 不能消 不能消 我是皇帝 我怎么能够嘲笑臣子呢 千万不能消 你往我脖子里吐了什么东西 你有病啊 什么东西都往前面喷 没想到这位大人看起来挺威严的 居然能把身体扭得这么妖娆 也不知道那颗牙 给它扭下来了没有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将军 我来帮帮你吧 朝堂上迸发出了一阵大笑 不行了不行了 我感觉我的电波都给笑得动荡了 你们这里好像不能够补牙吧 所以思农大人以后就只能去这一颗门牙了是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对牙科没有研究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补牙的技术吧 思农和陈将军那边还是一片兵荒马乱 你说你没事的时候乱喷什么牙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去战场 直接用你的牙去喷敌军算了 我看你牙能喷多少次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真对不起